劉彥超先生 各位請坐 前日明報報道 智障人士家屬李太為兒子排屬位排了15年 最近他的排名上了第二位 因為前面有一位離世了 想問人的尊嚴何家 自己在輪候策上排名高了 原來是因為有人死了 這個值得慶賀還是哀悼呢 增加資助屬位、增加家居支援 或者改善院舍質素、監管等等 這些是很好的建議 而這些建議背後牽涉淺銀 即是政府的公共財政理念 這裏我很心同 正如剛才後天生所說 新界東北前期工程 使費3億4千萬 而安置2200位嚴重弱智人士入宿舍 都只需要花3億7千萬 記住他們是要排隊排14年才排到 我們用這3億多 究竟是破壞環境、糟蹋生命 或是祝福生命呢 香港01上星期報道過一位叫兩仔的智障人士 她有失控亂訂東西的問題 她媽媽曾經主控求助 找社署的保護兒童貨 社工資是叫她加藥 報道也講及兩仔曾經被康橋的職員 將糞便逃活在她的面上 懲罰她不懂得搞大小異便 本來梁太太打算等兩仔多住幾天 等特殊學校開學接走她 可惜等不到她就墮樓離世 我要質疑如果社署的巡查官 以及見Case的社工 有將兩仔當作是人的時候 對生命給予應有的尊重 兩仔的悲劇可不可以避免呢? 我想提醒在座各位官員 講及院舍質素和殘障人士服務 不只是服務、屬委、政策、個案 質素、監察、資源、角力等等 這裏是數以萬計的殘障者 他們Sorry 不是Case 而是活在我們裏面有尊嚴有思想 有去喜怒哀樂的生命 是我們應該擁抱的生命 你們被呼召去掌管社會福利的資源 麻煩你思考下 如何幫助這個城市和他們一起同行 邀請各位官員記住剛才的半分鐘默哀 這半分鐘代表著我們願意為殘障人的生命 去停留傾聽思考哀動 多謝主席 多謝劉先生 我們都會記得那半分鐘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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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嗎